来一个 来一个 尝尝 再个 来一个 哎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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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趴了 别趴了 休息休息 别拍了 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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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家每次拍照 我们家每次拍照啊 我们家每次拍照啊 对啊 我们都是看了视频 慕名而来的 就为了跟他拍张照片 怎么了 你管着吗 就是 什么视频 什么视频 不算什么视频 我们又有什么视频 别听他们瞎说 谁胡说的 你问问大家 是不是都是看着他视频来的 对啊 行啦 别拍了 别拍了 谁来的 就是 就是 行了 别拍了 别拍了 拍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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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不要崴了 周小姐 李先生 好 请坐 我要离一户阑珊 不知道退不去你的胃口 我都行的 李先生 难道您不知道 这么盯着一个女士看 是不礼貌的吗 仿佛兮 若青云之碧月 飘摇兮 若流风之回雪 您过奖了 可是您不是曹植 我也不是真秘 张小姐学识渊博呀 区区一个落神父 难不倒我吧 怎么 李先生 您这是在考我吗 有感而发而易 引经据典出口成章 不过您不觉得 咱们这么说话有点累吗 有意思 不俗啊 张静 我很喜欢你的性格 这么就直呼齐名了 是不是有点快呀 你不装我也就别就拘着了 这样怎么都会舒服一点 成 您请便 向东他哥你急了 让我把他的视频给删了 还立刻马上 说完有事走了 我觉得这也情有可原 突然间火了 一般人肯定接受不了 慢慢习惯你了 就是 小小啊 我觉得你真不用生气啊 那向东就是忒不识好歹了 他应该好好感谢你才对呢 他真应该好好谢谢我 小小啊 你又不是头一天认识向东 让向东谢谢你 做梦 是 是 张静 您能来我真的很高兴 您是算准了 我一定会来是吗 为什么不呢 首先 我也算是个不错的男人 我不猥琐 也不庸俗 其次 我的笑貌还算说得过去 是 这一般啊 爱自夸的人 大概分两种 一种呢 是特别自信 另一种呢是特别自卑 我想 您属于前者 特别自信吧 只有我这庄敬也 您能不能别老这么知乎辙也的 对不起 我习惯了 我注意 李先生 那我能问您一个问题吗 我看了一下您的资料 您呢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商人 但凡像您这种人 哪儿来那么多时间去周游世界啊 时间是自己安排的啊 对不起 用对的人做对的事 经营之道在乎其心 有时候你超人一些 会陷入那些 琐碎的事情当中 反而会看得很清楚 更便于你的管理 这种说法 倒是挺新鲜的 挣钱只是一个手段 不是目的 到我这份上了 我真的应该好好去享受生活了 瞧您说的 您什么份啊 哪有那么老啊 白居过西 如惊鸿一瞥 人生在世 这掐头去尾也就二三十年的好时光 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好好地珍惜呢 我再也不想 让那些俗物再蹉跎我的岁月了 听您说这番话 我倒是对您有了新的认识 容金 我向您保证 如果咱们两个交往 我不会让你虚度时光的 我会让你每一天过得都很充实 过得有质量 好 好 谢谢 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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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戴伟 今儿个 非要请我吃大餐 这几个意思啊 咱这么好的哥们儿 请你吃顿饭 不就应两斤分的呀 那我就不客气了 使劲去 我不管管饱 非得让你吃 敌那么不客 三哥 你表现了没有 这段时间 咱院里 有的人变化还挺大的 那是 这不饭馆开起来 好歹也是老板 还能没点变化 我不是说你啊 那你说谁啊 你说 这庄镜啊 平常周末 基本上都在家 不是写书啊 不是伤网啊 他很少出去 那这几个周末 他都是早出广贵 还真是 我也发现 以前我这妹妹 平时穿衣服挺朴素的 随手抓件衣服就能穿 那这几次出门 这打扮 一看就是精心搭配过呀 还买了好几件新衣服 以前没见过 就是啊 你这一书包 还真有点不对的 化妆上也有变化 以前顶多画点淡妆 现在眉毛眼线 山红全画上了 还配香水 以前从来没有 你知道这说明什么吗 你说 说明什么呢 说明有情况 老板 老板 我们都等这么久了 唱歌的小帅哥 什么时候来呀 是 怎么走啊 这酒吧老板怎么挡的呀 你怎么说他什么时候来 我真不知道 这老板怎么挡的呀 自己酒吧歌手 这不按点上班 你都管不了了 不按您说您还说对了 我还真管不了他 我还真管不了他 你别吵吵 都别吵吵吵吵吵 吵吵吵 他肯定来 他今儿不来 他明儿一准来 你别吵吵 别吵吵 别着急对吧 大家都别着急好不好 来 时睦来 我也不清楚 你们再等等 行吧 行吧 这向东怎么还没来呀 这么多啊 我要是向东啊 我也不来 烦不烦 能不能别说了 是啊 咱们都没有啊 是啊 咱们都没有啊 是啊 咱们都没有啊 我们再给他打电话 你把两个道理都来了 你这不不信啊 爸 小金 你就也回来了 你挨这儿站着干吗呀 不在屋里挨的 我 我在等你了 等我 有什么事吗 我有明天晚上 两张国家大剧院 有意大利物业歌剧团 演的巴布尔斯比尔的票 我想请你去看 不知道你能否商量 行啊 他们演的那个 图兰朵 插花女 我都看过 这个塞尔维里发师 我还真没看过呢 成 没问题 那太好了 那就说好了吧 你明天下班的时候 我去接你吧 不用那么麻烦 咱直接大剧院门口见吧 成吗 好吧 行 那明儿见 那我走了啊 你也歇着吧 进 这呢 пом担我的 我走了 我走了 았어요 打过您之后就没见过你 这西装也穿上了 这小偷也说得这么利落 你干吗去了 猴子现在有正经营上了 不跟咱混了 说什么呢 哥 要不是我妈非逼着我 让我跟我舅去公司里跑业务 我才舍不得离开你呢 不过先操我干嘛 挣得还行 得了吗你 你也八天多 你还先走啊 我这小妙 供不起你这尊菩萨 嫂子 你听见没有 我哥又开始挤到我了又 你别搭理他 你听我说啊 你就跟着你舅好好干 比在他那儿强 嫂子 这老爷子这招牌 不都挂了你了吗 说改宫廷菜了 我看馆子里边 怎么也不上人呀 老爷子是厨师 他那儿懂管理啊 还自以为是 我说的话他也不听 说他那邪了门的经营方式 能上人吗 爸说了 再等一两个月 一定就跟现在不一样 两个月 他那做菜的成本 两个月得叨点多少钱 反正我手里这点钱 就能供半年的 到时候得等着一块儿死吧 你能不能说点吉利的话呀 我吉利得了嘛 别理他 别理他 不是 老爷子教咱们做的那些个菜 那真是一道是一道的 都是好菜 没说的 可你说现在这年月 还有那么多真懂吃的人吗 他做菜那程序要求那么严 用料那么精 功夫那么大 成本这么高 你看这也不见上课呀 我这心里都有点吐吐了 你看 其实这饭馆现在老板 也不是我了 我那天跟老爷子建议啊 说接点散课 可是他就是不让 他说这就是私家菜的做法 得让客人在这儿吃饭下 在家里一样 每天呢 中午 晚上 各四桌 不能翻台 我知道是这做法吧 其实我心里也打鼓 但没招啊 老爷子说的那些个老李啊 都对 有些私家菜馆 也都是这么干的 可就怕 他不是那时代了呀 小静 你觉得今天的眼球精彩吗 太精彩了 你不知道为什么啊 他们用那个意大利语 原文演唱的歌剧 我一句都听不懂 但他们所表达的那种感情 内容 故事 我全明白 演员演得太棒了 你真的还明白了 我觉得我跟举局很有功名 你跟他有什么功名啊 我看你又好几次都热了银筐了啊 你看我干吗呀 你不看戏 我觉得这就是歌剧的魅力 真是太美啊 你知道吗 从东四到西四这条街 可以说是我们北京最美的一条街 是吗 是啊 这条街啊 涵盖了许多我们北京著名的 历史文化遗迹 我跟你说啊 你看 东四牌楼 美术馆 红楼 锦山 故宫三座门团城 还有北海 中南海 北京图书馆 还有老北大医院 西四牌楼 当然了 这些牌楼现在都没有了 不过呢 这条街可以说是见证了 我们北京的历史 张静你知道吗 我真的爱北京这次尝试 它有那么的博大精神 那么的神秘 那么的有文化地韵 同时它有极其现代化的建筑 就像水利坊啊 像鸟巢 这才西方都是很前卫的建筑设计 真的很奇怪 你说这种现代文明和古老的文化 都可以在北京这座城市 就是那么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啊 这需要海南白川的胸怀 才能做得到 没错 所以啊 在我们北京城里 最美的 最有魅力的 就是生活在这里的人 你说得很对 最有美丽的 就是生活在这里的人 就是你 你在我心中是最有美丽的人 你这什么思维模式啊 我说的不是这个 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张静 我喜欢你 就像我喜欢这座城市一样呢 被深深地迷住了 我已经不能刺拔 无药可救 实不知味 夜不能寐 你先行打住吧 再说你就病入膏肓了 有那么严重吗 张静 你不要以为 我跟你是开玩笑的 我跟你说的每一句话 都是真心的 戴伟 你先听我说 张静 你 你知道当初 我为什么一定要住进 庄稼小院吗 为什么呀 来 你撒我一下 行 你就是行走的风景啊 你就是行走的风景啊 蓝婷 我具体心想的女人 她的背影坐进庄稼小院 我是为台而来 我想亲手掀开她神秘的面纱 我想走进她的生活 当这一切成真的时候 我没有失望 反而更坚定了自己的决心 张静 你就是我梦想中的东方女神 是我渴望一起共度余生的人 请允许我用我自己的方式去追求你 请允许我用我自己的方式去追求你 不 行走的风景 首先 我要感谢你对我的真诚 可是 张静 你也听我把话说完 算了 我直说了吧 咱俩不可能 没有为什么 没有为什么 你就别跟我这儿下耽误功夫了 张静 时间会改变一切啊 你会有接受我的那一天 那你就试试看 我还不想叫你 对 对 对 一个 对 对 你 好 我们 Independent 你 我 是 你真的欢迎我住进你们的小园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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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我妹妹 你不杂宝尿照着你的德行 你配吗 从这边请你指挥你的医院 你现在又再开始侮辱我呢 侮辱你了 怎么着吧 三哥 我的好三哥 你别急呀 三句话好好说 成不成 要不晚上我请你卡路径 火跳墙也没劲 三哥 我要正经职业的 我是个健全的人 我未婚 我跟庄金的年龄相当的 那我就不明白 我为什么不能去追求他 你说为什么 因为你是外国人 知道吗 干吗 干吗 外国人怎么了 很多外国人都和中国人结婚 他们也过得很幸福 别跟我说的 没用的 别让我不管 我能管我妹妹 先还别说我们俩老头 打我这儿你都过不去 连庄金都同意我试试 你为什么还要拦着呢 这是说什么呢 我跟庄金说了嘛 我说时间会改变一切 我相信他会有结束过的那一天 然后他就说那你就试试吧 你还老跟我装工作通 好聊话听不懂啊 你家镜儿那是拒绝你 没听出来啊 所以我才轻易帮忙啊 看看有什么帮法 能让我在弄他的心啊 帮不上忙 你家镜儿你不了解 那非常自我 非常有个性 他说想要人吧 谁也没信 这么几年了 我妈我爸还有我 为他这点事抄多少钱 给他介绍多少人 有钱的 长得帅的 有漂亮的 有地位的 一个他也看不上 你家镜儿的眼镜儿在那儿呢 就你 歇菜吧 没戏 你 三哥 这么多人没看上 那不这儿哪分没到吗 说不定就在等我了 我相信 今成所致 今始为开 我拿去贴出 莫丞争的机身来 一定会打动他 获取他的放心 你啊 你以为你会语成语 就中国人了 玩去吧你 三哥 三是朋友 你就说你帮不帮我吧 不是 你什么意思 我要不帮你追我妹妹 你就跟我掰了是不是 是的 如果你不给我求求意 以后你是个不受欢迎的人 我的家 女儿才来了 等成你们家了 回来 回来 烤肉记在那边 连菜都不备 这哪叫开饭馆啊 这样我跟你说 我就不该听你笑 我现在后悔 就应该当时把那十万块钱 给撤回来 昨天我又去看了一眼 一桌客人都没有 见天在饭桌上叨叨这点事 你烦不烦啊 我能不叨叨吗 原来还能上几桌客人 那好歹 原工资什么都能挣出来吧 现在倒好 一个星期都上不来一桌客 十万开钱 在北京 连三平米的房子都买不到 你至于吗 这么够烦人的 我当然至于啊 来 来 三儿 你吃了吗 饭馆吃了 你都回来了 你爸和凤儿怎么还不回来呀 我爸说后子不得家伙事 哥子不是地方 不顺手 又收拾上了 凤儿肯定最后一个回来呀 估计后半夜了 你瞧瞧 你爸一大早就出去了 到现在还不招家 时候长了 我真怕他这把老骨头散了架 多厌吗 所以我们 这支持我爸干年饭馆 是不是错了 那到时候肯定 助拦他就一场空 钱 钱挣不着 再把老爷子累出个好胆来 你说说 开饭馆是正摊 这绝定没错 关键是老爷子 那非要开四家菜的 我当时也二老 可他那霸道劲 也没我说话的份了 那没他那么干的 不接散客 提前预定 中午四桌 晚上四桌 做什么就得吃什么 还不能限点 这不出妖娥子吗 我一直想找机会 跟他说了说的 我一张嘴 让我玩去 咱爸那叫自恋 他现在就觉得 他说什么都对 这人上个岁数 不愿意犯着毛 瞧你们把咱爸得说的 咱爸那宫廷菜是货真价实的 不说别的 就从他手里那个 老妃玉笔亲批的 孤本老菜谱 咱爸的菜 都不可能没人认 对对对 那菜谱是真的 那得让人知道啊 爸做的菜好吃 那得人来吃了才知道 这得会经营 得妖呼 哥里这话说得太对了 我就是想让咱爸知道这个 可他油言不尽 差不多行了啊 就是都在背后倒了爸 有本当面说呀 有本事把咱爸说服了 给我看看呀 真吵 妈 我吃饱了啊 咱爸 咱爸 谁招他了 我 我把孤男人惹了 你招他了 这说得对着呢 你就关着他吧 一日躲这儿干嘛呢 夏拙 我正跟一个网友聊天呢 还挺时髦 别告诉我你网恋呢 我倒想恋 可是人家 根本不到我这茬了 那你还跟着起什么腻啊 什么瞎耽误功夫嘛 可是他太有才华了 他拍的照片 有一种特别独特的味道 很有感觉 我真是太欣赏他了 能让我们受聘于 发展的大摄影师 大卫先生这么欣赏 那这位网友得多高端呀 小小老朋友 你就别损我了 好不好 正好跟这儿遇见你了 本来呀 我真找你有事呢 什么事 你知道你上次给那个 瑞丽拍那组照片 特别好 我们老板特喜欢 就说你那个构图啊 那个角度 还有那个抓拍模特 面部表情 那些瞬间都太完美了 行了 小小 没想到你还挺有品味啊 那当然了 好歹我干人事也是 跟时尚沾边吧 咱也是时尚小达人呢 对吧 那啥 咱俩是朋友吧 当然了 我旧历后的朋友不少啊 但是你是我最喜欢的小朋友 没有之一 那就行 是这样 我们公司啊 那网上有一板块 就是跟时尚有点关系的这种 其中一个板块啊 它那个点击率一直都不高 我就想说你能不能 把你照片发过来 让我们也发一发 增加点点击率是吧 就这么点小事啊 没问题了 你说这饭馆的生意不好 爸还天天在那儿盯着 今天老爷子说了 要是没有人订桌 就不被料了 听得我心里酸流流呢 没事啊 打不了 这三十多晚再砸进去 挣钱了 不求为了开心嘛 只要你和老头开心 我无所谓啊 你是想得开啊 可是这饭馆不好 我跟老爷子能开心吗 不还能撑小半年的吗 别着急啊 说不定也跟那鬼屋似 砰就倒是个大器件 也是 事在人为 这最后会怎么样啊 还不知道 天要将大任于私人 必先苦其心志 劳其精骨 恶其体肤 事啊 老天爷在磨练你呢 你马上就是私人了 你可以啊 还能冒出几句文糟糟的 治理名言啊 我潜力大着呢 你都没啥觉呢 我跟你说点好玩的事 你说 你说那戴维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追我们家劲 让我们家劲 给狠狠地撅了一下 我早就觉得戴维 看劲的眼神不对 这也能看出来 当然 你说有这样的吗 他让劲给撅了 他非拉着我 让我给他出主意 我要不出吧 还有跟我绝交 你出了 我开始没出 我还骂他一顿 后来一看 挺坚定的 也挺真诚的 我一想啊 其实这外国人啊 模样还行 人品也还行 也有点本事 你家劲儿 要真嫁给他 也未尝不可了 你妹的事 你不许残忽 你听见没有 他这个人 翻脸比翻书还快 他脾气这么坏 我舍不起 你家劲儿 有这么厉害吗 怎么不厉害啊 想当年咱俩要结婚的时候 这爸妈反对也就算了 他跟着参过什么呀 他不是就嫌我是外地来打工的 觉得我配不上你吗 还记上仇了你 最后不还是把你娶了吗 我就记仇了 最后咱俩是结婚了 那说明你意志坚定 那不是也是趁着 他就要国外留学 咱俩偷偷摸摸 跟做贼似的把婚结了 你看他回来 冲着我脸不是脸 鼻子不是鼻子的 这都多少年了 儿子都多大了 他现在还没事 老拿话烧得我呢 小冤妇 那毕竟是我妹妹啊 是庄家的姑奶奶 那你说她三十大姐了 连个对象都没有 我得当哥的能不急吗 那怪谁啊 那不是怪她吗 眼睛长头顶 这头顶看哪儿去啊 谁她都看不上 再说了 就她那脾气 谁跟她在一块谁懂 这不来了也不怕死的吗 那戴维 想受罪让她受去呗 你是不是给戴维出什么 馊主意了 出了 但不馊啊 继续 继续 你别把我脑袋呀 你别动啊 你乱动有生命危险 我告诉你 好 来来来 说你这肩膀啊 她这外子听着 你这无非杀猪似的 她怎么了 她说她肩膀疼 竞椅也不好 手老发麻 让我给她推推拿正正骨 这不正拿着呢嘛 戴维 你这回算找对人了 你知道我妹妹 推拿正骨在京城那是一局 平常啊 忙着教学更成不出人 找她前面给约知道吗 是 是不是 是我的荣幸呢 对 来 放松一下 趁你指尖周延啊 胳膊抬高了啊 使劲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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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走了 妹妹 你接着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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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走啊 咱 咱聊一会儿啊 聊什么呀 来 注意力集中啊 伤着你 你不在注意发这么大脾气吗 犯得着吗 连面都不见了 小晓晓的剧 可不是吗 从这之后啊 他再也没有去过顺子哥那儿 就连顺子哥 都联系不上他 手机关机了 玩消失啊 这也太没有天理了吧 我们家晓晓是为了他好好不好 我听着就来气 走 找他去 晓晓 晓晓 你别害怕 有我们在 他向东别想耍什么妖蛾子 没错 咱找他 不能这么老把我当好耍啊 想见就见 不想见又不见了 这次我还真不信了 这次我还真不信了 怎么会上行似的 我这儿上行啊 这上行看着那么稳弱的一个女子 可她一出手也太狠了 当然知道了 三哥 你给我出了什么搜主意啊 是插开的风 带着那么独有的书圈器 飘飘洒洒着流水 把交错的糊涂灰散的没了俗气 是长海的烟 有着那么热情的烟火器 红红火火的摇河 把京城的金轨掀上了地气 是长海的洞 总有那么欢喜的剧情 心高猜烈的北风 让是长海的冰面 充满了孩子气 哦哦哦哦哦哦 是长海 哦哦哦哦哦哦 是长海 哦哦哦哦哦 是长海 我探寻你漫长的轨迹 一步一个天地 远来远缺的你 真实就是专举 哦哦哦是长海 哦哦哦是长海 我清醒生长在这里 一日一出席 努力做好自己 才不会辜负你的命迹 是长海